- 因為其實對我而言 咖啡是一個滿生活的東西 我會希望就是讓一般人能夠體驗到不同的咖啡樂趣 讓大家可以認識到不同封面的咖啡 這邊呈現的東西是好看好喝又好玩 其實每一個人對於好喝的定義不太一樣 那你可以去自己調配的時候 你就能夠找到一杯屬於你自己的一杯飲料 心裡想就覺得說應該很好喝 然後像我自己很喜歡野家雪菲的豆子 那它是比較偏酸甜感 那它如果跟我們店裡面一支花草茶 然後配在一起的時候 風味應該很棒 但是就是配出來就是讓我很shock 就是就是很難喝 像金屋的時候那時候也是說在試 那可能就是淡氣咖啡跟剉冰都是屬於 很快就不見的東西 對 那你要怎麼樣去搭配起來 然後製作成一杯飲料 那其實算是一個困難點 然後製作我們就是店裡面就是比較暢銷的飲料 小川 一個很適合夏天的飲料 它會有一個類似像冰傘一樣的形狀 然後之後再將濃縮咖啡倒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種川流不息的那種感覺 那首先這個薄草葉我們會稍微撕碎去倒一下 它增加它的香氣 然後加入我們的檸檬汁 氣泡水 那現在來製作我們的冰傘 放入我們剛準備好的糖製成片 那這樣小川就完成囉 店裡面也是人氣的咖啡金屋 那它其實代表的是一隻 就是有三隻腳的烏鴉 那它其實就代表的是說 太陽的黑子 你會先倒入少許的蜂蜜 接著加入荔枝酒 冰釀咖啡打入氮氣 稍微shake一下 我們要靜置一到兩分鐘 打入氮氣咖啡 氮氣咖啡的話 其實就是人泡咖啡 店裡面的話就差不多泡15個鐘頭 打入氮氣之後 其實它會帶有一點 像奶油的口感 跟均勻的融合 好 那我們現在要製作可樂咖啡 那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所使用的配方豆 就是屬於比較淺焙 然後酸甜感比較好的豆子 接著倒入我們的檸檬汁 那可樂在倒的時候 盡量不要倒太快 製作我們的濃縮咖啡 今天使用的話是18.5克的咖啡 加上我們剛準備好的鳳梨片 迷迪蝶香 噴上我們的萊姆酒 建議客人就是先喝一點可樂的部分 之後再加濃縮咖啡加進去 最近會比較花比較多的時間是在找咖啡豆 然後自己來烘焙 一手比亞的可恰雷風之谷 那它是水洗處理 就是烘得比較淺焙 那比較能夠保留咖啡豆本來的風味 喝起來會有一種柚子紅茶的感覺 那稍微放涼之後會帶一點檸檬皮的味道 然後它也是具有像火手乾跟花香的風味 就很適合夏天的時候喝 那如果喜歡這支伊索比亞的風之谷的話 也可以到好開眼選 或者是說像我們Mersi的粉絲專頁 那也可以找得到 像我們最近啊 就是因為夏天快到了嘛 那我們其實有一杯新的飲料 叫做鴛鴦 I love you Sweet Southern 因為前一陣子其實很流行 那個400次的咖啡 基隆咖啡這一部分 然後換成 就是我們自家烘焙的咖啡 那為什麼要叫I love you Sweet Southern 因為它其實就是 Sweet Southern其實就只是因為它要辦很多次 就是我們比較深備配方 然後跟砂糖去攪拌出來的混合液 深備配方的咖啡冰塊 鮮奶倒到杯子裡面 3000次的咖啡 基本上就是均勻的鋪滿整個麵就好了 薄荷葉擦在旁邊 灑上一點點焦糖脆片 之後我們會將這杯飲料 給客人自己去製作 然後將紅玉紅茶倒到杯子裡面 讓它會自然的做出三層的分層 鴛鴦 I love you Sweet Southern 完成